北伐军攻入几难城了 是属下指挥不力 还请大帅责罚 我责罚 老子很不得闭上你 属下愿由大帅处置 属下绝无怨言 日文人给咱们和北伐军都发了召会 讲是休战三天 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咱们趁你闯口就 你是下屋怎么办的 我们应该联合北伐军 赶走日本人 然后再跟北伐军决一死战 我们和北伐军联手 能打过日本人吗 很难说 但作为中国人 我们只能如此 报告 大帅 日本人在特使来了 行 是 大帅 日本人这个时候来 想必要将我们一军 我看了他们怎么说 见机行事 大帅 如果日本人 要跟我们联手 对付北伐军 大帅 您可千万别答应 为何不可 与外州联手 对付自己人 会遭天下人唾骂的 这么一件 张大帅 王府官 我们又见面 是马田总统 徐县长 这是 徐先生已接受福田将军的委任 现在是我方济南事务的交流特使 徐县长 你电力可比孙猴还快 太好 太好 持食物者为俊杰嘛 来来来 坐 既然都是老朋友了 有话就早晨说 也别回来摸着 对对对 大家都是朋友就应该精神团结 日方 为的我方许可 就秘密向济南增兵 我看 这不是合作 是要把我们灭了 王府官误会了 济南有很多我们的日本同胞 发生战事 难免殃及吃鱼 我军增兵济南 是为保护帝国臣 福田将军派我来 正是要帮助大帅 消灭盘踞在城中的北伐军 这是我们的家事 就不劳外人插手了 这也是大帅的意思 来 我倒想听听 你们有什么条件 没有条件 没有 福田将军不但答应大帅 继续在山东做这个土皇帝 而且还要在济南驻兵保护 这样的话 国民革命军的后续部队 即便是赶到了他 他也得绕着走 还说没有条件 你们这样 是要取得济南的驻军特权 这样一来 大帅 大帅就成了你们的傀儡 以后 整个山东 也成你们的地盘了 王副官说笑 我们的家乡 在海的那边 我们又不告前夕 要你们的地盘 做什么 其实大帅啊 你应该清楚 北伐军所以答应休战三天 就是因为日本人参与纪念 他们才不敢轻军妄渡 否则的话 不但这地盘不属于大帅 恐怕连你的身家幸运也 但是进城的这一支北伐军 大帅就已经应付不下了 如果他们的后续部队赶到 恐怕 不要说了 老子准你们进城 大帅 属下难以聪明 咋的 你想想干嘛呢 大帅 你能入室 必将留下千古骂名 大帅三思 老子已经四思五思 七八九思了 就这么定了 那大帅 我马上回去准备准备 进口进城 进 大帅 日本人 就是想以最小的代价 霸占整个山东吗 海宣 我们啊 咱们组建队 买枪买炮 辛辛苦苦地打拼到今天 为了什么 是为了在乱世之中 占有一席之地 免受欺负 是 可是这眼下北伐军已经攻入济南城了 马上就要掏咱们的老窝子了 济南绝不能丢 我保证 等日本人滚蛋以后 我会把北伐军赶走的 说得轻巧 那日本人那么容易滚蛋 咱们就和北伐军联手 胜算多少 正如马前所说 他还有后续部队 光年走一个疯大脑袋 挺个屁啊 亲神容易送人的 日本人狼子野心 不能不防啊 这次 他也让我们继续做我们的土皇的 大帅 这样我们就成了汉奸卖国贼 遭天下人托马 会一臭万年的 也亡不了那么多了 我一天就行手一天 臭 臭他妈自己 我们管不着 大帅 大帅 汉奸 你回去吧 这几天 你啥都不要做了 大帅 你这是要灭了我的职 你最近一直在忙于作战 够辛苦的 应该好好休息就业了 各位 你们家的土地 你们家的媳妇 能给别人吗 我们自家的东西 凭什么要给那些日本鬼子 家务战争 硝烟刚散 马关条约 耻辱未寻 我们还要拿着枪 跟敌人合作 打自己的同胞 王副官 你的疑似 我明白 可是 我们跟那大帅 风风雨雨 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我们实在不忍心被判 是啊 自古以来 忠孝难以两全 大帅对我王汉升 又何尝不是恩重如山 只能说大帅这次决定 是大错特错 如果我们终于大帅 就是背叛民族 背叛天下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今天立下重视 赶走日本鬼子 赶走北法权以后 如果我王汉升还活着 我必接回大帅 任凭他处置 宁为玉岁 不为马权 我赵正月 日本人血练到底 好 我刘大礼 愿听王副官号令 王副官 我希望你记住今日之言 我们俩就算是粉身碎骨也认了 弟兄们 今天我们随王副官前来 不是为了造反 把这把大帅 额为汉奸 造神唾弃 今天我们想把大帅 接到天津 等我们打败日本人之后 再把大帅接回来 弟兄们 如果愿意的 都把枪放下 跟我们走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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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半夜三更的吵什么着 大帅 今局势混乱 请大帅 先到天津战壁一时 带属下平定济南 再接回大帅 车印准备好了 有请大帅 你们这是干什么 大帅 山东王与北伐军之手 是我党无能 若是出卖给日本人